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起来做Eargray Cupcakes 采用了伯爵红茶来制作成 不只是蛋糕面糊 连上面的奶油糖霜 还有说零下的这个糖浆 都有非常香的Eargray淡茶香味 非常的好吃 今天感谢Alco Kitchenware 赞助了今天的 12连火底米米芝士蛋糕模 它的尺寸呢 会放在Description box下面 你们可以查看 而且呢这个产品 它采用了Cold Roll Steel 来制作而成 所以非常的好 优质持久 不沾涂层 而且呢可以耐高温 高达230摄氏度 那么这个模具 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每个小杯模 都是火底的 可以快速轻盈 而且轻松的脱模 底部都是防战的 非常的适合拿来做迷你姿势蛋糕 Cupcakes蛋挞 还有Muffin的蛋糕 所以呢非常的推荐这个产品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从Alco Kitchenware 购买4个新产品的任何一个产品 可享有8%的优惠 折扣优惠连接会在Description box下面 折扣呢 从7月8号开始直到8月8号结束 所以呢 记得要快快趁现在购买 非常的值得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来准备这个Earl Grey奶茶 把牛奶倒下去一个锅当中 用中火煮至沸腾 记得要注意看 不要用太大的火 之后立刻转成小火 之后准备这个伯爵茶 就是Earl Grey Tea 我们需要用到两包的这个伯爵茶叶 把它们加入这个沸腾的牛奶当中 用小火来焖4分钟 再焖的蛋糕呢 要不时搅拌按压茶包 让它的味道还有颜色都出来 那么当你看到奶茶的颜色 还有味道足够之后呢 立刻离火彻底放凉 现在准备模具 模具抹一些牛油 薄薄的一层呢 可以保护这个防沾的涂层 更加的耐久 现在呢 把这个冷却的伯爵奶茶 过筛一下 来确保它们是顺滑的 好了之后 在一个大碗当中 筛入普通中筋面粉 吸砂糖 泡打粉 苏打粉 盐 把全部过筛下去 免掉颗粒 之后呢 再准备这个 伯爵红茶叶 把它们倒出来 一包是两克的重量 把它们直接加入我们的面粉混合物当中 搅拌均匀 现在准备无盐牛油 记得记得要软化而不是融化 轻戳会留下指纹 可是指头不会有太多的牛油 牛油本体是固定没有流动性的 加入面粉混合物当中 之后用hand mixer来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是叫做reverse creaming method 这样子呢可以帮助蛋糕保持湿润 直到变成面包屑的状就好了 之后在一个小碗当中敲开两颗鸡蛋 今天所用的是A本级的鸡蛋 加入一颗之后先混合均匀 直到没有蛋液 之后再加入第二颗 之后用mixer 以中速来打发一分钟 直到它开始变成乳白色 搅拌好之后呢是这样的状态 完全没有蛋液的 入白色 提起来呢 可以看到有一点尖角 之后呢再分三次加入28克的 这个earl grey milk tea 是冷却的吼 加入了之后搅拌均匀 之后再加入剩余的 加入奶茶时用低速来搅拌才不会乱碰 之后再继续用中速来打发30秒就可以了 提起 可以看到提起来呢是这样子的 蛮浓稠的 它的consistency 非常的顺滑 很好吃 很好吃的感觉 先给你们看看三个状态 蘑菇状 山状 还有刚刚好的 第一个蘑菇状呢就是面糊 加入太满了 或者是苏打粉太多烤后就会溢出太多出来 就会形成这样子的蘑菇状 那么如果苏打粉加入太多就会很重的碱味 没那么好吃 第二个状态面糊搅拌不足或者是牛油太冷硬 烤的时候呢内部不容易烤熟 所以烤出来会回缩中间就凸出来像山状这样 那么要怎么烤到刚刚好 边缘呢直立顶部是半圆形的呢 建议你们用裱花袋 因为方便很多 而且导入模具的时候呢 面糊的内部就会有很大的这个空气 所以要填直到七分满就可以了 不要太满 要不然就会烤出蘑菇状 要注意哈 这个食谱呢刚刚好可以做12个杯子 适合这个模具 轻振几下除大气泡送进180摄氏烤箱 烤20到22分钟 上下火不该旋风在中程烤 烤的时候面糊会膨胀 中途旋转炒盘让它们均匀受热 直到它们稍微回缩就可以拿出来了 轻敲几下防止回缩 用牙签测试取出干净就是烤熟了 压的时候中间会回弹的 边编也开始慢慢离磨了 火底防脏膜呢帮助非常快速还有容易的脱膜 真的是很好用一下 你看非常的方便 烤出来呢 烤出来呢 非常的松软的 现在呢准备100克的热沸腾的水 之后加入三包的这个博雀茶包 浸泡几分钟直到颜色味道都出来了 之后呢用中火把它们过筛下去 压出多余的水分全部的精华 之后再加入细砂糖 我们要做糖浆 之后呢要不断的搅拌防止焦 组织到糖融化 而且它们开始完全沸腾 之后呢立刻离火 让它们彻底的放凉 你会发觉到呢 当它们放凉之后 它们会变得浓稠 是可以化现这样的样子的 在这个时刻呢 就可以开冷气碗搅拌器奶油 都要用冷的 之后再加入一些的细砂糖 还有所冷却的这个伯爵 earl grey syrup 之后用中速打发 打发直到它开始变得浓一些 有非常浅的纹路 你提起搅拌头呢 会有彩带型留下的 这样的状态之后就加入两包的这个 伯爵茶叶 就用低速来打发 打发直到呢纹路开始变得明显很多了 提起来会有非常小的尖角 在这个程度就不要再打发过度了 把它们放进普通冰箱冷却一个15分钟 现在准备这个裱花嘴 今天用的是 wilden duty 六角的这个star tip 把它们加入 这个earl grey frosting 奶油糖霜 之后呢垂直的 压力要一致 由外到内 画三圈 边画边向上 非常的容易的这个cupcake的裱花 方式 最严实的 非常容易 画一圈 两圈 两圈 向上 最后一个向上提 你就会有一个尖角了 之后呢再淋上这个earl grey syrup 要吃的时候才淋下去 你看 它们从旁边留下来 看了之后食欲大开 而且会增加更多的earl grey味道 看它们慢慢的沿着这个frosting留下来 所以先三尺 这样呢 我们的earl grey cupcakes 就做好了 漂亮吗 方式也不会太难 现在呢 切开来看看内部的结构 打开来 哇 可以看到里面 它的层次是非常细腻的 很香的味道 可以看到这些茶叶的specs 你看 刚刚做好呢 是非常的软 很好吃哦 有牛油的味道 再加上伯爵红茶earl grey的味道 搭配跟这个蓬松的糖霜 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现在掰开来看 可以看到里面并不会太硬哦 蛮松软的 搭配跟糖霜 非常的好吃 如果放冰箱隔夜的话呢 取出解冻一下了 再吃它就回软了 所以喜欢这个模具的朋友 赶快订购这个模具 趁现在还有优惠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 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我们下期见 拜拜